记者红素金棕和报道 苗可丽在剧中竟然绑架 己的亲生女儿曾智希 三立八点七件大戏复仇 天道起超高讨论 播出PTT 吉特卡尔的都是热门头条 苗可丽 罗家女主人 开场为了保护儿子跟老公张明杰 冲突 一连十分钟的骂戏 让网友大惊 可丽姐 得太会演了 而最新预告中 苗可丽承认自己就 绑架自己亲生女儿的元凶 曾智希得知真相崩 苗可丽也自责到哭到在地 让观众也一起喷泪 成君无意间发现 和曾智希小时候就认识了 也 现曾智希就是自己 最想守护的糖果妹妹 而当 两人会相识是因为一场鲁人案件 当时曾智希 绑架 谢成君出手相救 两人也为此种下不解之 但让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场鲁人绑架案件 然是苗可丽一手主导 苗可丽为了挽回外遇的夫 策划绑架亲生女儿 害得女儿留下阴影 苗可也为此感到自责 苗可丽哭到在地让人揪心 而新预告中 江国斌得知这项往事开始大作文章 可丽也承认了自己就是绑架女儿的元凶 没想站在门外的曾智希听到残酷的事实 母女俩大一架 曾智希崩溃喊 你要我怎么面对你 苗可丽 碰哭喊 对不起 为了追回女儿还跌倒 让观众看 也揪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